地下室停车场戴着口罩的男子 迅速从白色轿车换上一台黑色车子 他就是金钱豹酒店砍人主嫌 案发后男子回到台北 靠着朋友接应 他连换了五个藏匿处躲避追查 但还是被警方盯上 待人时他还在呼呼打碎 警方从窗头柜搜出一把20公分的折叠刀 男子用这把刀砍死一起喝酒 刚认识的朋友 接着拦机程车逃回台北 他觉得自己不受尊重 然后觉得被看清 所以才会一直气愤 那这个嫌 砍人的男子有枪炮弹药前刻 他到酒店跟人发声口角 随身拿出折叠道 朝对方颈部打斗麦坎 砍死人 受邀来台中聚餐喝酒 那就是聚餐当中的友人这样子 他们两个是互不认识的 但同时都是受台中的朋友邀请来喝酒的 男子做劳做了三年多 刚出狱不到一个月就犯下杀人案 之下又得进牢房 记者李孟章代君台中报道